站在戰車上不停向民眾揮手 選前最後四天 城中首次啟動車隊掃街 第一站從綠營票倉 赤林北投出發 當然大咖助陣不能少 前任看現任副總統就站左右 城中意氣風發 也因為城建人全程陪掃 戰車放上防彈帷幕 加強慰安 十二區都同等的重要 我們照著安排的順序 一一前往 與此同時 蔣萬在松山信義區的車隊 已經出發 特地批上喜氣紅外套 在合體黨主席助力輪 蔣萬安從本命區松信選區出發 下午進攻中山大同 好巧這也是城市中的第二站 兩方即將短兵相見 很禮貌的互相打招呼問好 藍綠拼車嫂 各自撒出主席副總統牌 無黨籍黃珊珊 選擇拼角力敗會國光市場 對啊 會有車嫂 對啊 會啊 都會有啦 只有兩天吧 增加規劃 因為路線跟路線還要升級 各自拼搏也為疫情題隔空交貨 防疫學會理事長王仁賢爆出 高端疫苗EUA可延長 使衛福部找專家操弄數據 幫助補考過關 面對外界的各項質疑 不管陳時中或衛福部 永遠就是以讀不回 完全閃躲 才會造成人民持續的不信任 應該要很清楚的向國人說明清楚 交代清楚 那經過專家的辯證辯論 得到一次的結論 這也可以證明說 這沒有其他的政治力去運作 完全是有專業的意見做討論 如果有這樣的狀況是很嚴重的 不要只是爆料 去提告 藍綠白最後衝刺 故莊 罰莊 議題戰 攻防到最後一刻 今天一位最好報導